尊贵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间 明智之选 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综合体 时尚生活触手可及 生态空间 品味休闲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爱家 才是好男人 离繁华不远 离大自然很近 王府井 King Square第二期五星酒店级公寓 7月9日公开发布 欢迎继续锁定7月9号的 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山东早中防备煤矿 七六火灾事故救援工作 今天进入了第四天 这起因井下空压机起火导致的事故 共造成28人被困井下 目前被困人员的位置已经基本确定 但由于井下温度高 导致旱道内反复起火 救援行动多次受阻 被困人员的位置分别位于 井下250米和380米处 目前89名救援人员正在井下作业 他们已从原起火点向前推进超过60米 到达井下变电所第一道护火门外 但由于空气温度达到100摄氏度 防火门内有阴燃火 人员仍无法进入 救援工作进展缓慢 目前事故至今已超过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 抢险救援进入关键时期 救援指挥部表示将继续采取化学覆盖 通风 注水等降温措施 加强着火点的灭火和顶板防护 争分夺秒打通救援通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宣布 为了尽可能减少统计数据发布之前 被泄露的风险 自今年7月份开始 调整统计数据发布方式 数据发布时间提前2到3天 6月份的CPI数据于今天上午发布 报告显示 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同比上涨6.4% 涨幅再创新高 6月份全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同比上涨6.4% 环比上涨了0.3% 这也创下了35个月以来 物价涨幅的新高 而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4.4% 其中粮食价格上涨12.4% 肉勤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2.3% 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6.2% 其中水 电 燃料价格上涨4.1% 而非食品价格与商业持平 据测算 在6月份6.4%的涨幅中 去年价格上涨的敲尾因素 约为3.7个百分点 今年新涨价因素约为2.7个百分点 另外6月份全中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环比与上涨持平 比去年同月上涨7.1% WOW TV 王建修报道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半 张建团队向从未有人重渡过的 卡纳斯湖发起了挑战 在公开水域进行低水温长距离的游泳 经过6个多小时的长泳 4名队员先后顺利到岸 再度成功实现又一挑战 7月9号上午 张建团队举行了简短的撞行议事 10点30分左右 新疆卡纳斯湖的源头 4名队员 甄克星 薛峰 孙莲依 王丹 缓缓步入水中 开始重渡卡纳斯湖的壮举 参加重渡的两男两女4名队员 3名为90后成员 1名是80后 他们是通过游泳比赛 层层选拔出来的 据了解 本次活动起点 位于卡纳斯湖源头浮沫长堤 终点为景区码头 全长约24公里 当日 卡纳斯湖平均水温14摄氏度左右 严酷的自然条件 加上水怪触摸的传闻 对于队员们的心理体能 都是极大的挑战 为了保障重度安全和成功 除多次试水之外 团队还做了全方位的保障工作 采取驱沙声纳 水下雷达等方案应对水怪 经过6个多小时的长游 下午17点10分左右 第一名队员薛峰抵达终点 随后 其他三名队员也陆续上岸 据卡纳斯管委会介绍 此次重度活动也是几百年来 人类首次完成重度卡纳斯湖的挑战 上海市从今天开始 逐步调整出租车的运价 起步价增加1块钱 同时开征燃油附加费1块钱 两项费用全部打入计价器 对乘客的直观感受 就是出租车起步价将变成14块钱 夜间起步价18块钱 其他运价和计价方式维持不变 全市5万辆出租车将分批更换计价器 到8月1号开始全面实行新的价格 按照调整方案 上海市区出租车其步价从现在的12元 调整到13元 郊区车从10元涨到11元 同时开征的燃油附加费1元 也将一并打进计价器 以方便市民使用交通卡 由于上海有5万辆出租车 更换计价器的工作要分批进行 其中市区从今天开始 郊区从23号开始 但只要出租车还没有更换计价器 就只能按照老的标准收费 此次调整后 出租车司机每月每人可增收500元左右 但对于调价后生意究竟如何 一些平时在轨郊9号线松江段 营运的司机多少有其担心 一些乘客表示 今后可能会减少乘坐出租车 WOW TV 网续小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表示 正式考虑是否参选香港下届特首 回应市民对他的期望 至于最终是否参选 范泰表示 取决于自己是否有信心 肩负起做特首的责任 以及不辜负市民的期望 刚刚放完假 范泰表示开始考虑是否参选 范泰表示 认识自己的不足 包括年纪比较大 也曾经患过重病 以及对经济认识不够深 至于下一届政府的工作 范泰认为 重要的是处理好民生工作 其次才是发展经济 范泰又认为 政治问题是下届政府 另一项重要挑战 他形容下届政府的工作不容易 如果能够在民生 经济及政治方面 取得部分成绩 已经算是不错 WOW TV 王岐小报道 香港医管局4月份宣布落闸 年底前停收非本地孕妇 又制定了明年香港医院 接收非本地孕妇的限额 又协助内地孕妇的组织表示 有中港家庭申请法源 准备向高院提出司法复合 中港家庭权益会表示 现在约有100个中港家庭个案 是港人内地妻子 受政府措施影响 未能预约公立医院产科床位 正申请法律援助的 就是其中一个个案 主要是因为4月8日的落闸措施 侵害和剥夺了中港家庭 内地孕妇们的孩子 在香港出生的权利 认为这是不公平 和不合理的政策和措施 他认为 政府应该立即加开床位 让他们分娩 政府早前宣布 私家医院明年会预留 31,000个床位给非本地孕妇 当中有7,000个名额 给予港人内地配偶 公立医院明年将会预留 3400个床位给非本地孕妇 但院方就不会再划分 他们的丈夫是否是香港人 WOW TV 王岐小报道 台湾方面 台湾南投信义乡 近日连续发生中毒命案 三天之内已经有五个人死亡 且死状怪异 引起了社会震惊 医生怀疑是饮食出现了问题 导致神经中毒暴毙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了调查 南投县新一乡接连有五人离奇死亡 据警方调查 8号死亡的27岁死性男子 和先前死亡的田姓林姓两对夫妇 居住的村子都相隔不远 初步认为两件中毒案无直接关联 法医研究后认为 两岸均为神经性中毒 怀疑他们吃的野菜和药酒成分中 含有马前子 但也有毒物专家推测 有可能是饮水中有剧毒藻类所致 侦办此案的南投地检署认为 事有蹊跷 必须尽快查明 以免更多人受害 因此协调台法务部门 法医研究所立即南下进行解剖 法医从8号下午5点多开始 连续解剖了8个多小时后 在今天凌晨1点多完成解剖 并从5具遗体中取下大批检体 带队的法医表示 毒物检体报告最快11号出炉 另外南投检方还下令 辖区警员挨家挨户劝导 在情况不明前 不要使用不明食物和水源 WOW TV 网绩小报道 台北历史博物馆 目前正在举办的 诗纪大师毕加索特展 展出来自法国巴黎 毕加索美术馆的62件珍藏原作 其中雕塑作品是第一次在台湾展出 而这次的保险金额 高达300亿元新台币 也是台湾展览史上最贵的一次 诗纪大师毕加索 艺术天分从小就显露无遗 他从学院与写实出发 历经各个时期 不同画风都展现十足的毕加索特色 这次因为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闭馆整修 台湾的民众才有机会 看到62件珍藏作品 不止雕塑品是第一次在台湾曝光 从毕加索年轻时14岁的作品 赤足的少女 到过世前92岁的创作 都在这次的展览中可以看到 这是台湾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毕加索展 而它也是最贵的展览 保额高达300亿台币 在62件展品中 还有50件有关毕加索的摄影作品 照片中的大师变换各种造型 扮演不同角色 他的人就与画一样百变而夺养 中晚台新闻之后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时段 广告之后我们请谈继续 中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蕴含着无限的潜力和机遇 新财富融新闻性和教育性于议题 The small restaurant's daily revenue is more than 10,000 yuan but 78-year-old Feng Guangzhu was unsatisfied He had been hoping to move the small restaurant to Tianmen Street Fengzhou日下午1点 为家国人士介绍中国的致富机会 Look!Mr. Fantastic! Thanks for clearing the smog Not a problem But come on, guys You can reduce the smog without my help 想要为环保出分力 来士加宝马自达旧车换新车吧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Mr. Fantastic blows us away 想要为环保出分力 来士加宝马自达旧车换新车吧 欢迎回来 今天是2011年7月9号 农历6月初九 您正在收看的是 国语中华晚间新闻节目 古庙发现价值连城的宝藏仪式 轰动了整个印度 也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而就在各家媒体都瞪大眼睛 等着看上代开启的最后一个密室中 到底有什么的时候 印度最高法院 昨天突然以安全为由 暂缓下令发掘第六个密室 也就是编号为B的密室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此前在最高法院的授意之下 一个由退休法官专家和庙方 组成的七人专家小组 于6月27号起 逐个开启了庙内的地下密室 以便清点财物 A C D E F 五个密室都被轻易打开 只有编号为B的密室 要是失灵 专家小组于是请求最高法院裁定 如果他们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他们将利用一切手段 撬开密室的大门 而最高法院昨天宣布 暂时不批准这一行动 到14号举行下一次听证会时 再进行讨论 据悉在已经打开的五个密室中 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以及钻石 按他们的毛重量估计 就有至少一万亿卢比 外界有人预测 如果最后一个密室也被打开 那么神庙里的宝藏总价值 将有可能达到五万亿卢比 更有专家表示 如果再把文物价值 和收藏价值考虑进去 这批宝藏的总价值 恐怕根本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 今天节目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多伦多的天气情况 目前我们的室外温度 是26摄氏度左右 多云 同时伴有10公里每小时的南风 今天晚上最低气温为19摄氏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未来五天的天气情况 未来五天的天气 好了 各位观众 今天的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您随时发送email 到noseat11.tv 如果您想浏览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随时登陆我们的网站 triple.11.tv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